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上托 下托 上托 下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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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托 下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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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搭腕 开工 病悟 搭腕 开工 病悟 搭腕 开工 调理脾胃 须单举 上举 下落 上举 下落 上举 下落 下落 上举 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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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着,起身后桥,转着,起身后桥, 转着,起身后桥,转着,起身后桥,转着, 起身后桥,摇头摆尾,去新坡,上坡,下岸, 右轻,左旋,摇头摆尾, 左轻,左转,摇头摆尾,右轻,左转,摇头摆尾, 左轻,右转,摇头摆尾,右轻,左转,摇头摆尾, 右轻,左转,摇头摆尾, 左轻,左转,右转,摇头摆尾,上举, 右转,摇头摆尾,上举, 右转,摇头摆尾,上举, 摇头摆尾,下岸,摇头摆尾,上举摆尾, 右转,摇头摆尾,上举,下岸,摆头摆尾, 左转,摇头摆尾,下岸,摆头摆尾, 攀族 上举余 下岸 反穿佛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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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攀族 上举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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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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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举余 下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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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船船怒目,抓握,回收,船船怒目,抓握,背后七颠摆并消, 体肿,颠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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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肿,颠阻,体肿,颠阻,体肿,收视, 两掌合余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 呼吸均匀,气缠丹田 太极沈师兄每天打卡八段极 大家好,我是太极沈师兄 今天简单聊一聊初学健身气功八段锦 你需要知道的是 健身气功八段锦是一种优秀的传统宝剑功法 历史悠久,深受人们喜爱 对于初学者来说 了解一些关键要点 有助于更好的学习和受益于这套功法 首先要明确的是 包括八段锦、太极拳、一筋筋和五筋系在内的这些功法 都是动静相间的 这意味着在练习动作的同时 也要注重整体的松静和一手丹田 只有这样 长期练习才能受到气功的效果 然而 现实中许多人往往只注重动作 而忽视了静的方面 导致疗效不佳 实际上 外动工的各种方法和动作 目的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持身体内外 上下左右的平衡 从而保持健康 好的宝剑功法大多以腰脊为轴 以肾为本 并以脾胃为后天之本 八段锦就是这样一种全身性的驱病宝剑运动 它分为八个段落 每个段落都有其独特的动作和功效 八段锦由于其在各地广泛流传 形成了十里不同风 百里不同俗的多样风格 这是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同 所传承的功法也各具特点 沈师兄带领大家每天打卡的八段锦 是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版本 这个版本于2003年经国家体育总局科教司批准 由健身气功管理中心组织1568重要科研课题 即一金金五琴系六字诀八段锦的研究编写 按照取其精华 取其糟粕的标准 继承传统 推成初心 创造了四种健身气功 让人们放心 科学 健康的锻炼 其中健身气功八段锦 以及简单易学 动作大方而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 当然民间的少林八段锦 武当八段锦也是非常好的版本 只是民间功法更多地依靠师承 缺少一些科学和规范 要想取得真金 找到靠谱的名师才是关键 对于广大初学者 沈师兄建议学习国家体育总局版的八段锦 确保动作准确 规范 随着练习的深入 可以逐渐体会到功法对身体的益处 如增强身体的柔韧性 平衡能力和呼吸功能等 此外 保持耐心和坚持练习 是取得良好效果的关键 将八段锦融入日常生活中 定期练习将为身体健康带来积极的影响 总之 初学健身气功八段锦 需要注重动作与松劲的结合 选择适合自己的呼吸法并坚持练习 通过八段锦的练习 不仅可以提升身体健康 还能感受到传统功法带来的身心宁静和平衡 开始你的八段锦之旅吧 让健康与你同行 谢谢大家 关注太极沈师兄 健康养生更轻松 大家好 我是沈师兄 今天我来聊一聊 八段锦的呼吸方法有哪些 八段锦的呼吸方法包括自然呼吸 复式呼吸 复式呼吸又包含顺复式和逆复式等 初学者在练习时需遵循其吸落呼 开吸合呼 松吸紧呼等呼吸原则 以下是一些常见的呼吸方法及其要领和注意事项 一 自然呼吸法 这是人天生的生理呼吸 无需加以一年控制 呼吸因自然柔和均匀 其缺点是呼吸不够深长 注意在练习过程中要保持放松 而强度较大 练习逆复式呼吸时 要注意呼吸的节奏和深度 避免过度用力 四 停闭呼吸法 包括在吸气或呼气时停顿片刻后再呼吸 使用鼻吸口呼法时 应注意在口腔变窄 呼吸不畅时采用 练习停闭呼吸法时 要注意停顿的时间不宜过长 以免引起不适 不同的呼吸方法对不同系统的问题有预防作用 如顺腹式呼吸和逆腹式呼吸 对防治心血管和脑血管问题有较好效果 停闭呼吸法对预防消化系统问题作用较好 鼻吸口呼法对预防呼吸系统问题效果较好 选择适合自己的呼吸方法 练习后感觉舒适 顺畅 爽快 无憋气感即可 应长期坚持 好了 关注太极沈师兄 健康养生更轻松 明天见 大家好 我是太极沈师兄 今天我和大家聊聊八段紧的动作和呼吸的配合问题 练功这事啊 没有啥完美不完美的 就是要不停地练习 积累 然后调整 世上没啥事是能一步到位 绝对完美的 八段紧的动作和呼吸配合也一样 没啥统一标准 说一定要怎样怎样 练功就是为了让身体更健康 是个自己感悟的过程 咱得多关注自己的感受 看自己有啥收获 得以人为本 不能光为了达到某个标准去练功 练八段紧对身体那可是有很多好处的 它能增强身体柔韧性和平衡力 让身体更灵活 还能改善呼吸系统 让呼吸更顺畅 也能让咱的心脏更强健 提高心血管功能 还可以调节身体的新陈代谢 促进消化和吸收 而且练功的时候 还能让心情更放松 缓解压力和焦虑 那八段紧动作和呼吸配合练习 有啥规律或者要点呢 首先得学会控制身体 也就是四肢和躯干要协调 练八段紧的时候 躯干和四肢能自然协调 动作也完整 每一式的动作要领都能掌握 熟练每一式的动作路线 方向 节点 然后再把握好动作的发力顺序 然后在肢体协调运动的基础上 再去调整呼吸 经过长时间反复练习和体会上面这些 不断调整出对自己最自然的呼吸和动作的配合 这就是对身体健康比较好的八段紧动作和呼吸配合了 你知道了吗 关注沈师兄每天打卡八段紧 健康快乐每一天 谢谢大家 关注太极沈师兄 健康养生更轻松